中性兄弟左头红成宇今天在走冠军战第三场先发 中性球迷当然期待他上演《弃将复仇记》 将战线拉回到原点 红成宇是2011年《南明哥桃源》第二指名 但发展并不顺利 即使弃打从头还是被释出 今年转战中性才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中华职棒过去弃将复仇的故事并不常见 最有名的例子是2010年兄弟像花花张正伟 2009年花花在新农二军代训拿下打击安打双冠王 退伍后却没获得签约 隔年加入兄弟像不仅成为开路先锋 且在总冠军战以4成38打击率 帮助相对拿下总冠军 当年输球的正是是他如必喜的新农牛 体育中心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总包